嘿,小朋友们,今天诚意哥哥要给小朋友讲一个非常温馨的童话故事,月亮是谁的。 小田鼠一个人住在一大片麦田里,夏日的夜晚,圆圆的月亮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静静地陪伴着它。 但是有一天晚上,一阵冷风扫过麦田,月亮就不见了。 月亮去哪儿了呢?听完故事,你就知道了。 小田鼠 爸爸,爸爸,爸爸,怎么还不回家? 天都已经黑了,打不通你的电话。 我的脸颊,梦里你起了一下。 等我醒过来,你又已经走了。 再等一下,就陪我看漫画。 等到学校房间,只能抱抱抱娃娃。 大雨落下,你说你不回家。 大雨落下,可你却忘了,大雨落下,大雨落下。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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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睛。 我吊失了许愿品。 装门工作的压力,和朋友的事情。 liegt际鲜,拜承门工作的压力。 爸爸,你的眼睛。 我 finan Dur BSN 早就快看不起。 朝近 host掌�üt。 我去等欢商笑语。 你都藏在哪里? 但也没有难心。 陪着我是星星 一次一次地忘记 我们世间的缘地 爸爸你的眼睛 我丢失了许愿体 装满工作的压力 和朋友的事情 爸爸你的眼睛 我都快看不起 过去的幻生相遇 你都藏在哪里 只将你能起我 心里的秘密 一直都想告诉你 爸爸我还是爱你 爸爸你的眼睛 我就是个许愿体 装满工作的压力 和朋友的事情 爸爸你的眼睛 我都快看不起 过去的幻生相遇 过去的幻生相遇 你都藏在哪里 只想让你能起我 心里的秘密 一直都想告诉你 爸爸我还是爱你 爸爸我还是爱你 装满工作的压力 装满工作的压力 和朋友的事情 爸爸我还是爱你 爸爸你的眼睛 我都快看不起 过去的幻生相遇 你都藏在哪里 只想让你 只想让你能起我 心里的秘密 我心里的秘密 一直都想告诉你 爸爸我还是爱你 有一只小田鼠 它住在一大片麦田里 夏天的夜晚 温和的微风 轻轻摇晃着 它舒适的小巢 圆圆的月亮 挂在深蓝色的空中 静静地陪伴着它 每天晚上睡觉前 小田鼠都会唱一首 好听的摇篮曲 送给它的好朋友月亮 可是有一天晚上 一阵冷风 突然扫过麦田 在那之后 小田鼠就怎么也找不到 它最好的朋友了 月亮去哪了 小田鼠从自己的窝里 探出头来 四处张望 没有了月光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它小心翼翼地 穿过麦田 走过草地 有人偷走了月亮 终于 它用尽全力 大声喊道 有人 偷走了月亮 池塘边的鸭子 听见了 嘎嘎嘎地叫着 月亮被偷走了 啊 这还了得 我不信 月亮每天晚上 都在池塘里啊 池塘里 小田鼠心想 这不可能 但他还是跟着鸭子 朝水里看去 池塘里没有了月亮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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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去哪了 他去哪了 这时鸭子开始着急了 月亮不住在池塘里 小松鼠听到了 他俩的谈话 笑着说 上面 那 你们看 月亮住在 我小屋上面的松枝上 哼 月亮根本就不住在树上 他住在池塘里 小鸭子一点也不信 他就住在树上 他就在我的树上 小松鼠不服气地说 他在树之间 窜来窜去地找 可是啊 哪里有月亮的影子 啊 月亮不见了 一定是 一定是风把他吹走了 一只野兔正走在 回家的路上 他听到了大家伙的议论 月亮被风吹走了 简直太荒唐了 野兔不禁咧嘴笑了 这绝对不可能 刚才我跑到山顶的时候 月亮还跟我在一块呢 野兔肯定地说 于是大家伙就跟着野兔 一起向山顶跑去 就这样 小田鼠望着天空 努力地寻找 它的月亮 鸭子也找遍了 每一个池塘 和小水坑 可是还是没有找到 月亮的影子 而松鼠在树之间 着急地来回窜来窜去 寻找它的月亮 野兔蹦蹦跳跳地 在山坡上到处寻找 可是 它们谁也没有找到月亮 这时候 风已经越挂越大 远处响起了 轰隆隆的雷声 你对我的月亮 做了什么 松鼠 这是鸭子突然 严肃地质问起松鼠来 松鼠生气地喊道 肯定是野兔 把它弄丢的 不是我 野兔争辩道 我也不知道 月亮去哪了 小天树难过地说 没有了月亮 我该多么孤单呢 咔嚓 一道耀眼的闪电 划过天空 雷声越来越大 大地都被震得颤抖起来 雨点朝它们砸了下来 快跟我来 野兔急忙朝大家喊道 我知道这附近 有一个山洞可以避雨 于是 在暴风雨中 它们手拉着手 互相帮助 一起跑进了山洞 这时候 鸭子向松鼠道歉 对不起小松鼠 我不该对你大声嚷嚷 我做的也不对 松鼠向着野兔说 我不该责怪你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野兔大肚地笑着手 山洞外的狂风暴雨 还在怒吼 几个刚认识的朋友 躲在山洞里 开心地聊起天来 不一会儿 雨停了 乌云也散开了 快看快看 小田鼠激动地 伸手指向远方 深蓝色的天空中 亮晶晶的小星星 一闪一闪地 围着一个美丽的月亮 银色的月光 静静地穿过树梢 轻轻地照亮了整个山岗 扑洒在池塘的水面上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 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属于我们大家 小鸭子轻声地说 小松鼠点点头 对 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野兔微笑地说 好朋友当然不会离开 小田鼠高兴地说 对我来说 最好的事情就是 今天晚上 我又多了你们三个好朋友 诚意哥哥想要告诉小朋友们 美好的事物 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 这样 我们也会变得 更加快乐 我们也会变得 一次一次的掌声中 一次一次的尖叫 它让我的激情 在燃烧 一次一次的鼓励中 一次一次的问候 是我今天去上的饭宝 正在正在心光大道 那次烧入浪淌 正在正在心光大道 我给你像在山羊 正在正在心光大道 画的上场的药 正在心光大道 正在心光大道 我要 我要 唱的最好 -,太好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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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阿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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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一次的舞台上 一次一次的欢笑 它让我的机器在燃烧 一次一次的祝福着 一次一次的骄傲 是我今天起生的花宝 人类人类人类旦光大到 染上何快中宝 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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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光大到 有不甜蜜好味道 正在正在阳光大道 花开心唱歌谣 正在阳光大道 正在阳光大道 我要唱歌最好 正在正在阳光大道 那是个关注宝 正在正在阳光大道 又不见你好味道 正在正在阳光大道 花开心唱歌谣 正在阳光大道 正在阳光大道 我要唱歌最好 唱歌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